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觉得鸵色也蛮好的 这是鸵色 一样就是里面是这个高科技的纤维 其实大家收到帽子的时候可以先用手去摸它一下 你会发现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凉感 但是你如果摸久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日热的 这是远红外的特性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我在纽约很热的时候 大大热天 纽约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戴着这个帽子呢 其实里面会有凉爽的感觉 这是夏天 可是到了冬天呢 它可以保暖 其实还是一样有远红外的效果 一直在保护你的头皮 那另外这个是黑色 那黑色当然是很多人 最多人定的就是黑色 但是黑色呢 在节目的 因为我们是黑的头发嘛 所以就不是那么的明显 就即使摄影棚很强的光线就不明显 但是你戴在外面的时候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旁边就有一个T coin的这样一个标章 所以 其实鸵色也很漂亮 就是鸵色其实在穿 卡其色的衣服啊 或是风衣啊 其实蛮帅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是粉红色 我今天就戴着粉红色好了 粉红色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今天就戴着粉红色 那所以 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反映说 不要用这个有中资疑虑的 这样会有割资外泄的这样的疑虑的 那个快递公司 所以我们也去跟公司的人反映 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将来再发货的 这个方法呢 就会避开这个特定的公司 会使用其他的快递 我询问了一下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流程 我询问一下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有中资的这家公司呢 他的快递的成本呢 是比较低的 那就会跟其他的本地的这些快递公司呢 产生一个很明显的竞争的那个差距 有竞争的优势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竞争优势呢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就是说 他是不是用补贴的方式在做 所以我们不要省这个运费 所以如果可以大家团购的话 是尽量可以省运费 然后大家朋友凑一凑 然后遇到的时候再分发 这可能是比较好的省运费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请这个厂商 跟我们派送这个单位 去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将来应该会避开这个问题 也谢谢大家提醒 那另外就是讲到书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书正在印刷 那我现在其实手上已经拿到了 这个印出来的这个草稿 那封皮啦 其实印书他有一定的流程 就是他会这样子走 就是先有这样的一个 一小本一小本的内容 然后你还要去校对 有没有问题 然后他的解析度 最后封皮封底 然后才是做试打样 试打样其实还要有时间 那我们现在都已经用最快的速度在赶 所以大家都很急的想要拿到书 我知道 那可是时间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正在努力 那最快应该就是这个月 保证这个月底之前 大家一定能够收到 一定能够收到 但是确定的时间呢 我们赶 就是说希望能够在20号前后 就可以开始由邮局来派递 或是由其他的这个快递公司来派递 那现在关键来了就是 有人说在手刷之外的二刷 是不是也可以有序号跟这个签名 那这个就会违背我们当时对于很快的最快的速度抢购手刷的人的承诺 所以除了手刷之后我们不会再有雷射标签的序号 然后也不会再有签名 那可是如果想要签名的话 我觉得就是本来没有打算要办签书会的 那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什么呢 其实就在我们YouTube YouTube的这个 从同温层的这个YouTube进来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实会有这个首页影片播放清单以及社群 在社群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个问卷调查 就是是不是这个 因为二刷以后没有序号跟签名 是不是办一个签书会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演讲 那演讲的内容当然不会再去重复讲书的内容 那要讲什么呢 那我们就试了三个题目 那现在第一名的题目 投票的票数将近有一千票 其实数量蛮高的 那这一千票里面呢 压倒性的72% 以压倒性的这个数字获胜 是什么呢 签书会加上演讲专题 这个专题的题目是 蔡英文必须重新上的一门法律课 如何扫尾 如何把这些 我们找到的证据弄干净 那他到底在法律的这一个 这个过程中间犯了哪些错 以至于走到今天 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收尾 那这个题目显然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呢 会变成是一个事实查核的事实的部分 可是怎么衍生以及演绎 这本书 就会有不同的演绎的方法 那其中一个角度 当然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演讲专题 第一场应该就会是 蔡英文必须重新上的一堂法律课 那到底怎么报名以及时间地点 我们就用开放的方式就是 如果台北报名人比较多 我们就在台北开 如果台中报名比较多 我们也可以在台中开一场 那或者高雄或者其他的县市 那不然的话 我们就基本上就是在台北开 所以这个报名的这个流程呢 我们也会很快的公布给大家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先做 这个对观众的提问 我们先来做一些说明 那么节目今天一进来呢 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 中午的节目就是 邦邦彤彤看天下 那也请各位这个订阅 开铃铛 这样子中午的时间一到 就会收到通知 就可以先看到直播 那么 邦邦彤彤看天下呢 我们的时间会非常的短 就是12点 讲12分钟 所以是一个1212 非常好记 1212的节目 两个人就是我跟高维邦博士 那高维邦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对于中共的问题 对于台商的问题 以及对于经济的问题 他有非常精辟的见解 而且20年来他不遗余力 想要唤醒台湾人 唤醒台湾的政府 不管是蓝绿 能够正视中共的问题 能够正视红色供应链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能够解决台湾的低薪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高博士真的是 用他自己的个人的生命 心血 用他自己的金钱 时间 然后贡献了这个台湾20年 那我们不要谈得太严肃 就是跟他很轻松的对谈 那我们就是每一天中午12分钟 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天南地北 什么都聊 那所以尽量不是严肃的态度 所以我们用邦邦彤彤 其实高博士是一个非常有童心的人 所以这个也是我 为什么我们最后决定这个题目有点 像童话一样 就是邦邦彤彤看天下 所以也欢迎大家订阅 好 那这个是我们就这个最近我们一些发展呢 做一些说明 另外就是到1月11号之前呢 我们的节目会每个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都开播 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节目 所以也请大家锁定 晚上9点的时候锁定同文城的频道 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其实12月了 但是很快就会过年了 其实我们当时承诺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来开那个 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要来开这个 做菜的节目 这个现在也应该要开始筹备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是 第一道菜当然就是我们 在节目里面吹过牛的这个麻油鸡 所以我们就会来这个 节目这个现场的PK麻油鸡 这个是我们承诺是一定会做的 好那先讲到这里 下段进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论文门 然后最近因为有一些新的发展 有人提供给我一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很有趣 我觉得读了之后呢 我对于有很多脉络 还不够清楚的东西 开始有一个更清楚的 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我有买 这条我有买 那为什么我买 因为其实我身体比较热 我大概平均体温大概37度 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 那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发现 其实它并没有我们想像中的冷 所以呢其实我就里面 只有穿一件很薄的衣服 然后就是如果去外面的时候 我再加一个外套 然后有一天早上 我就我们要去做那个热气球 就刚好一月份 刚好我们就可以做热气球 还蛮幸运的 然后我一样里面穿一件很薄的衣服 然后外面就穿一件大衣 然后热气球升空之后呢 已经冷到已经快湿了 我就身上还有我又戴这条 救了我 不然我应该会冷死大人 超级冷的 其实我有经验啦 我就是上次去纽约的时候 下雪 然后我也不喜欢戴外套 你就得所有东西都在手上 在身上 在手上之后 你会发现说那个大的外套很糟糕 很糟糕 你进了房子 或是进了车站 那有暖气 你穿不住 真的里面会流汗了 穿不住 可是你拿下来放手上 你又皮包又可能又买了东西 那不得了 所以我后来就是干脆 我把大衣放弃了 出去的时候 我把这个东西弄上 把那个power bank一插上去 根本不怕 所以 因为它在户外的时间 毕竟没有那么长 是 所以就是一般你的保暖的衣服就可以了 然后一进室内 马上有暖气的时候 这东西拆下来多快 而且又轻 就是直接折一折 挤一挤 就到包包里了